近日,有网友爆料称,华菲蒋欣和实业叶祖欣分手了。 爆料称,因叶祖欣劈腿之恋情破裂,消息曝光没多久,蒋欣还真的回应了,承认情变属实。 对于已是前男友的叶祖欣,蒋欣依然选择维护到底, 博持爆料中所谓的劈腿说,否认情变涉及第三方。 蒋欣表示,感谢网友和媒体的关心,突然间满屏的消息令我着实坐不住了。 身为艺人,我无法真正地隐藏自己,只能默默地不去听,不去想。 但现在我不能不说,请不要断章取义,误入我心中那个单纯善良的男孩。 背叛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,我们的关系更像亲人,所以请不要诋毁我的亲人。 2013年,蒋欣与比自己小一岁的叶祖欣坠入爱河,华菲与实业的高调互动也令外界非常期待两人恋情的开花结果。 蒋欣还在透露,有待叶祖欣拜见父母。 转眼间,两人已变成了平行线,让粉丝唏嘘不已。 谈及情变,蒋欣形容说,爱是注定,情是经营,只是失去了力量。 同时,蒋欣也提到了他与叶祖欣的关系现状,我们只是很平静地变换了关系,朋友才是我们更好的选择。 叶祖欣的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。 叶祖欣